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汉卫战士第二集 英文叫做Top Gun Maverick 汉卫战士第一集是在36年前上映的 当年邱医师年纪是25岁 我的年纪比男主角Tom Cruise大一岁 这第二集最近再度上映 听说非常卖座,很好看 这个男主角Tom Cruise 他在36年前看起来英俊潇洒 那么36年之后完全看不到他变老的样子 相对于当年的女主角来说 当年的女主角在36年之后 已经变成一个欧巴桑了 很多人就在那边纷纷的探讨说 为什么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年轻 依然的英俊潇洒 不减当年的风采 那其实呢 如果你仔细看 你还是可以发现 Tom Cruise他有一些衰老的变化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年轻的照片 跟现在照片的对比 你会发现他的脸上有几个老化的征兆 因为我们受过医美的训练 我们都知道说哪些征兆是老化的现象 要让一个人看起来年轻了 就是要从修正这几个老化的现象以后 你就会看起来年轻 举例来说 整体来看 Tom Cruise的皮肤呢 跟年轻时相比 已经变得比较松弛 比较没有光泽 亮度变差了 你看一下 就知道两者的分别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注意他的外眼角 他的外眼角呢 比内眼角有下垂的现象 就是变成有八字眼的现象 那这个部分呢 邱医师在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当时呢 我的眼皮也是外眼角下垂 你看看老人家 大概外眼皮都会掉下来 那这外皮掉下来的时候呢 如果他是纯粹眼皮的问题 我们可以针对眼皮加以修饰 像邱医师就有割过双眼皮 不然的话我现在眼睛更难看 好 那如果是眉毛下垂的话 就会修眉毛 提眉手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法令纹变深了 就法令纹就这两边的这个纹路 法令纹变深呢 就看起来会比较有衰老的现象 那第三点呢 他笑起来的时候 嘴角两边 这个皱纹也增加了 那第四点呢 就是他的下巴线 你变得没有像年轻时的 那么紧致 那么的有形 有线条 那这种下垂的组织呢 可以藉由拉底来把它拉上去 那就可以改善他下垂松弛的现象 那至于这个法令纹 如果是凹陷的部分 我们可以对凹陷部分 加以填充玻尿酸 那么下垂的这个脂肪垫下垂 我们可以把它做拉提 好 那肤质 刚刚有讲到说 肤质整个是一个变松 不紧致 没有光泽 失去光泽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皮肤雷射来保养他 就可以改善 像你们看邱医师呢 我今年61岁 再到8月份我就62岁了 我比Tom Bruce老一岁 但是你们有时候发现 其实邱医师呢 比童年龄的人 看起来是比较年轻的 虽然说啊 他脸上看起来 已经有一些老化的现象 但是那是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了 对一般人来说呢 可能大家还是觉得说 哇 他保持的真好 完全没有衰老的样子 邱医师也必须承认 他的确维持的很好 比同年龄的人 看起来要年轻的多 大概比他实际年龄 年轻10岁到20岁 所以今天就是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那他到底是用了什么诀窍 可以维持的这么年轻 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诀窍学起来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看起来年轻一点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参考的资料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网站 这个西方网站里面在讨论的内容 第二点呢 就是他每年发布的照片来比较 第三个就是 邱医师受过的美容医学的训练 来加以分析 第一点 Tan Cruz呢 他能做很多不间断的运动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西方的演艺人员 或者是一些名流 影星 他们非常注重体格的锻炼 他们几乎经常在做的就是主力训练 把肌肉都锻炼得非常结实 这个是跟我们东方明星艺人 很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西方的电影当中 很多男主角是那种肌肉男 从以前的西威斯 史特隆 或者是阿诺史瓦辛格 一直到现在的那三个光头佬 杰森 石塔森 或者是 这个锯石强森 还有一个就是 冯迪手 你们会发觉说 他们都是练得像肌肉男 猛男的那个肌肉的外观 他们很崇尚这种 强壮的 这个肌肉很大的这种体格 跟我们东方人不一样 你看东方人像 尤其是韩国那些跳舞的男生 每个都是干干瘦瘦的 虽然很帅很高 这个我承认 但是就基本上 比较没有去练这种体格 那 汤普鲁斯也不例外 你看汤普鲁斯从第一集 他脱掉衣服 在这个更衣室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那个肌肉 就是断裂过的肌肉 他们是从二十几岁 就开始练健身 练健美 把肌肉练得很抓 即便他长得不高大 但是呢 他肌肉也是练得非常的漂亮 那一直到他现在呢 他几乎每天都不间断的 在练他的肌肉 邱医师啊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描述说有 那个太空人在太空中 他要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球 他呢 那个太空人啊 每天一早醒来呢 就做什么事 就是先坐 骑单车 就是那个飞轮 先骑个几十分钟以后 满坨大汗 然后再去练健身 举那个重物 虽然这个 我觉得剧情有点不合理 因为在太空中 你怎么举重物 那个没有重力的时候 那个哑铃根本是没有重量的 但是就是告诉大家说 他们外国人的确是 很崇尚那种耐力训练 跟激励的训练 他们不是也是这样 不断的锻炼他的肌肉 在医学上来讲呢 肌肉的锻炼呢 可以达到两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 生长激素会增加 第二个就是 雄性素会增加 我们看到 青春期的 发育中的 这个青少年呢 他们的身体啊 里面就是 生长激素非常的多 所以他呢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发育 那就是生长激素在作用哦 我们人呢 到了四五十岁以后 开始衰老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生长激素开始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修复力变差 你呢 身体无法修补 所以你的组织开始衰老 细胞开始退化 所以你人就开始 催催老 如果你经常做 激励的训练 锻炼你的肌肉 你的生长激素 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比较不会衰老 好 第二个雄性素的增加 我们知道 男人过了四五十以后 开始进入更年期 就会开始 很多更年期的症状出现 如果你有锻炼肌肉 你的雄性素 就会比较多 那雄性素比较多 你就比较不会 有更年期的一些 衰老的症状 所以激励的锻炼 就可以达到 这两个最大的好处 第二点呢 这个网站上的讨论 说Tom Cruise 其实是有染法的 我们过了五十岁以后 大概头发都会变白 因为你的毛囊 里面的黑色素 它没有办法再像 年轻时分泌那么多的色素 来让你的发色 能够维持原来的样子 这个西方人 虽然他的发色不是黑色 里面多多少少 都还是有色素在里面 如果一旦衰老以后 他就开始枕头泛白 枕头泛白看起来 就比较没精神 还是有灾染法的 第三点 Tom Cruise 不抽烟不喝酒 据说啊 这是跟他第一任老婆 带他进去 那个三达基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的生活的要求 不喝酒不抽烟 其实也是 让他保持年轻的 一个重要因素 抽烟里面的自由基 里面的致癌物呢 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皮肤老化 身体老化 所以不要抽烟 也是一个抗老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四点 网站上讨论啊 邱医师也认为 应该是真的 就是他呢 只要是出席公开的场合 他都会化妆 我觉得这个艺人 出席公开的场合化妆 是对所有的 喜欢他的粉丝 一个尊重 因为你在公开的场合里面 让大家看到你邋遢的一面 这个是对你的 喜欢你的人 一个非常的不尊重的行为 第五点 他呢 很注重自己的容貌 所以呢 他呢 经常呢 会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这个是 网站上面有讨论的哈 与此相反的 有一个明星呢 叫做基努李维 大家也看得到 基努李维也是很帅 没有错 但是呢 他不晓得为什么 他后来有一段时间 在走颓废风 那么穿得很邋遢 然后呢 头发留很长 胡子也落腮 鼓将整脸都不刮 看起来就比较肮脏 比较邋遢 比较老派 所以基本上来讲 Tom Bruce呢 经常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也是他 在镜头面前看起来 很年轻 很帅气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六点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呢 有做医美整形 这个医美整形呢 我认为他做的 至少有 打肉毒跟活力量酸 有没有 在脸上 补这个自体脂肪 或者有没有做拉皮 这个我不敢确认 但是呢 你看他 每年出现的照片里面 有几张 就会看得出来 他刚动过 医美整形后的 那个 术后修复的那种照片 比如说 你看这张照片呢 他脸就比较肿 那个样子 看起来就知道说 那种肿不是自然的肿 应该是有去动 这个医美整形的 这个治疗 那至少 打打肉毒 这个一定是要有的 我们知道人 一旦到了四十几岁以后 开始笑起来就有余尾纹 抬头就有抬头纹 你看Tom Bruce到现在六十几岁 抬头居然还没有什么抬头纹 这个很明显 是有打了肉毒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西方人 他们很爱做脸上的表情 所以呢 二十几岁呢 脸上那个抬头纹 就非常的明显 像这样的抬头纹 如果你不处理的话 你到了三十几岁 大概就是一条一条 密密麻麻的纹路在脸上 所以他们一定有打肉毒 那他有没有去拉皮 这个我不敢讲 为什么 我确认的就是 美国总统呢 拜登是有拉皮过的 因为拜登 你看他这边是有疤痕 而且他的下巴 老外啊 到了六十几岁 下巴这边通常都有 火鸡脖子出现了 那拜登已经七十几岁了 下巴居然还没有火鸡脖子 那个很明显 就是他这边拉过皮 那这个无可厚非嘛 对不对 只要你喜欢 然后呢 旁边的 你爱的人也喜欢 那你呢 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治疗 那么你就选择一个 技术好的医生 安全性高一点 成功率高一点 这样的医生帮你做 这个皆大欢喜 有何不可 好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就是 这六个网络上讨论的 很热烈的 Tom Cruise 他保持年轻的六大秘诀 里面呢 还有讨论到一两个 我认为有可能 但是呢 不太确定的 我就不跟大家 在这边振振有词的说了 其中一个就是说 有人说他有 这个揭法片 我认为 这个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Tom Cruise的发型 基本上就是那种 不太会秃头的发型 Tom Cruise的这个法际线 跟最近呢 离婚官司闹得很凶的 这个强尼大夫 法际线是很类似的 就是额头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呢 他们也比较不会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 产生秃头的现象 所以这个我不太认同 第八点呢 就是有人认为说 他之所以会维持那么年轻 就是因为他呢 离婚 结婚很随性 就是说 爱了就结婚 然后不爱就离婚 你看他有三段婚姻 现在据说还在谈 第四段的恋爱 还打算再结婚 对于婚姻的态度 是不是会让他变得年轻一点 我不敢讲 但是呢 至少怎么样 他呢 如果相爱 他就在一起 不相爱 他就分开 他不会勉强自己 跟一个不相爱的人 在一起 然后折磨彼此 那保持自己心情的 这种愉悦的状态 那我觉得 难怪啊 这也是他 年轻的一个要诀 你看他 每次面对镜头 笑得非常开心 然后呢 那个笑容 非常的阳光 这个我认为 他内心应该也是 多半时间是快乐的 那虽然据说 他小时候 父母都离开他了 他心里有点不健全 但是呢 基本上来讲 他现在事业 非常的成功 拍了这么多好的电影 然后呢 让大家都很开心 我认为啊 他应该心灵 跟物质的层面 都很满足了 好 在疫情啊 这个有高有低的情况底下呢 邱医生呢 今天就不跟大家再谈疫情 跟大家谈谈 Tom Cruise 如何维持年轻的六大要诀 希望这六个大要诀呢 你也能够多多少少 学到一点 如果你想 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 不要到了六十几 就垂垂老矣 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我认为你也可以做得到 好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你们看Tom Cruise所交往三度结婚的对象 第一个老婆呢 就是带她进入三达基教会的这个女生叫咪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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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啦 我忘记她叫咪咪 咪咪什么 好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